狄庚斯 大卫科波菲尔 第48章 家务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写书,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我按时完成我在报社承担的任务。 后来出书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我对于赞扬,虽然听得十分入耳,而且自信比别人更欣赏自己的杰作。 却并没有乐昏了头。 我对人的性情的观察,一向是这样的。 一个人,假如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绝不会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来让别人相信他。 由于这个原因,我就通过自尊来保持谦虚。 赞扬的人越多,我就越谦虚,才算说得过去。 我现在写的这篇记述,虽然在其他重要方面就是我的回忆录,我却不打算在其中叙述我写小说的历史。 我的小说要是自己冒出来了,我就让他们冒出来。 我要是有时候提到他们,那也只是作为我取得的进展的一部分而已。 这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根据。 可以说天意和机遇都让我成为一名作家。 我也就满怀信心地从事这个职业了。 要是没有这样的把握。 我绝不敢碰他,而把精力用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我就要弄清楚。 天意和机遇究竟要我干什么。 我就去干什么,而不干别的。 我不但给报纸写稿,也给别处写稿,写得很出色。 取得新的成就以后,就觉得有一定理由躲开议会里那无聊的辩论了。 所以,在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最后一次记下了议会里的风笛区。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去听过。 不过我在报纸上也还能听出那熟悉的嗡嗡声。 整个漫长的会期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也许有,那就是嗡嗡声更大吧。 我现在写的这段时间。 大概是我结婚以后一年半的光景。 我们做过各种试验。 最后还是觉得料理家务这件事不好干。 那就干脆不干了。 让家务自己料理自己吧。 我们雇了个家童。 他的主要作用是跟厨师吵架。 在这一方面, 他可是个十足的会停顿。 只是缺他那只猫。 也没有一丝一毫当市长的希望。 我觉得好像老有锅盖往他头上吊。 像夏宝子一样。 他的生活就是一场混战。 他常在最不适宜的时候。 比如我们举行小型宴会。 或者晚上请几个朋友来坐坐。 大喊救命, 还常跌跌撞撞地从厨房跑出来。 紧跟着还有铁器往他身后飞来。 我们想把他弄走。 但他很喜欢我们, 不肯走。 他很爱哭, 我们稍微表示出一点儿要跟他断绝关系的意思。 他就哭着表示悔改。 那么可怜, 弄得我们不得不留下他。 他母亲不在了。 什么亲人我也找不到。 只有一个姐姐。 一把他塞给我们, 就逃到美国去了。 他就像一个可怕的小妖精, 在我们家住下了。 他对自己的不幸遭遇有一种实际的看法。 总是用上衣的袖子擦眼睛。 总爱弯着腰用小手绢的一个小脚醒鼻涕。 又从来不肯把手绢全掏出来。 而总是省着, 藏着。 这个倒霉的孩子是在一个不吉利的时候雇来的。 一年的工钱是六磅十仙令。 他可给我带来了无穷的苦恼。 我看着他长大。 就像红豆长得那么快。 我想到他需要开始刮胡子的时候怎么样。 想到他卸顶的时候。 或者头发花白的时候怎么样。 想到这些, 就感到害怕, 感到痛苦。 我看不出怎样能把他弄走。 想想将来, 就觉得等到他老了的时候。 该有多么爱事呀。 我从来没料到这个倒霉家伙竟然以他所有的方式解除了我的困难。 朵拉的表和我们家所有的东西一样。 没有准地方。 他把表偷出去。 变卖成钱, 就用这笔钱。 这孩子老是小孩。 这孩子老是少个新眼儿。 去坐车, 坐在车顶上。 往来于伦敦和阿克斯布里奇镇之间。 据我记忆所及。 他跑完第15趟的时候, 叫警察带到宝街去了。 在他身上搜出四仙令六便是。 还有一只在旧货店买的笛子, 其实他也不会吹。 处理这件意外的事和他带来的后果。 他要是不肯悔过, 我还可以少受点耳罪。 但他确实非常认真悔过。 方式也很特别。 不是一揽子交易的办法。 而是分期付款的办法。 比方说, 第二天我得去跟他对质。 他揭发了一些情况。 涉及地下室里的一个筐子。 我们原以为筐里全都是酒。 而里面只有瓶子和软木塞子。 我们觉得他把他知道的女厨子的最大猎记都说出来了。 心里已经踏实了。 谁知过了一两天。 他又良心发现。 揭发女厨子有个小女孩儿。 怎样天天一大早来拿我们的面包。 还揭发他自己怎样得了好处。 经常把梅送给送牛奶的。 又过了两三天。 当局通知我。 经他提供线索。 在厨房的垃圾堆里发现了牛肉里脊。 在破布口袋里发现了床单。 过了一会儿, 他又完全从另一方面来了。 承认知道酒店的伙计打算到我家来偷东西。 于是这伙计马上被抓了起来。 我这样遭人算计。 面子很不好看。 宁愿给他多少钱都行。 让他别再说了。 或者花一大笔钱贿赂一下, 把他放走。 在这件事情上。 尤其令人烦恼的是他不知道我的心思。 还以为他供出的一项项新发现。 即便不说是对我的恩惠, 也都是对我的报答呢。 最后, 我一看见警察局派人带着什么新情况来找我。 我自己就躲起来。 我这样东躲西藏。 一直到他经过审判, 除以流放, 才算了事。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 他也还不安生, 还老给我们写信。 他走之前, 非要见一件朵拉。 于是朵拉就去看他。 他一发现自己到了铁栏杆里面。 马上就晕过去了。 简而言之, 我的生活一直不得安宁。 后来他被弄到别处。 放羊去了, 这也是我后来听说的, 在内地。 什么地方, 从地理上说。 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这一切促使我进行认真的思考。 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过错。 我虽然很爱朵拉。 有一天晚上, 也忍不住要跟他谈一谈了。 亲爱的。 我说, 我想起来。 觉得很痛苦。 因为咱们没有规矩。 不会料理, 不光影响咱们自己。 咱们已经习惯了, 而且影响别人。 你好久没吭声了, 现在又要发火了。 朵拉说道, 不是的, 亲爱的, 的确不是。 让我把我的意思给你解释一下。 我觉得, 我不希望知道。 但是我希望你知道, 亲爱的。 把吉卜放下。 朵拉把吉卜的鼻子凑到我的鼻子上。 说了声扑。 想让我不要那么严肃。 但是一看不行。 就把吉卜轰到宝塔里去。 坐在那里看着我。 两手交叉, 小脸上显出非常无可奈何的样子。 事情是这样的, 亲爱的。 我说, 咱们身上的毛病是传染的。 谁靠近咱们, 就传给谁。 要不是朵拉脸上的表情提醒了我。 我会用这种比喻的方式说下去。 他好像在对我说。 他在一个进耳地想。 我是不是要针对我们这种有害于健康的状况。 提出接种一种新疫苗。 或者提出一种新的医疗方法。 这样一来, 我就不这么说。 而把意思说得更清楚了。 我的小乖乖。 我说, 咱们要是不学着认真做事情。 这就不光是又要花钱。 又不舒服, 有时候甚至还发脾气。 而且把给我们干活。 或者跟我们打交道的人。 都惯坏了, 我们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呀。 我开始担心, 问题不都出在一方面。 这些人表现不好。 是因为我们自己表现也不大好吗? 哦, 多大的罪名啊。 朵拉睁着大眼。 大声说道, 竟然说你看见我偷过金表。 哦, 最最亲爱的。 我反驳道, 这可是天大的笑话。 谁有一点儿意思提到金表了? 你有。 朵拉答道, 你知道你有这个意思。 你说我表现不好, 还拿我跟他比。 跟谁比呀? 我问道, 跟那个干活儿的小子呀。 朵拉哭着说道, 哦, 你真狠心。 竟然把一心疼爱你的太太和一个流放的佣人相比。 你对我这样看, 结婚之前怎么不告诉我。 你这个狠心的东西。 认为我连个流放的佣人都不如。 你怎么不早说呢? 哦, 你对我有这样的看法, 太可怕了。 哦, 我的天哪。 你听我说, 朵拉, 亲爱的。 我说着, 想轻轻地把他捂在眼睛上的手绢掀开。 你这样说, 不但很可笑, 而且很不对。 首先, 这不合乎实际。 过去你老说他瞎编。 现在你又用同样的话来说我。 哦, 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我亲爱的姑娘。 我反驳道, 我真得恳求你。 要讲道理, 要听听我过去是怎么说的, 我现在是怎么说的。 亲爱的朵拉, 咱们要是不学着对故来的人尽咱们的责任。 他们就永远不会学着对咱们尽他们的责任。 我担心咱们给他们提供了干坏事儿的机会。 而咱们是不应该提供这样的机会的。 即便咱们愿意试试都像现在这么松懈。 情况并不是这样。 即便咱们喜欢这样。 觉得就是这样好。 情况也不是这样。 我认为咱们也不应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咱们肯定是把人家带坏了。 咱们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我就不由自主地考虑这个问题, 躲拉。 这个想法, 我怎么也打消不了。 有时候闹得我心里很不安。 说完了, 亲爱的, 就这些。 来吧, 来, 别傻呆着了。 躲拉好半天都不让我把手卷掀开。 她坐在那里, 一边哭, 一边捂着脸念叨。 我要是心里不安, 为什么要结婚呢? 即便到了去教堂的前一天, 我为什么不说我知道我会感到不安? 我不想结婚了呢。 我要是觉得她无法忍受。 为什么不把她送到普特尼他姑姑家? 或者把她送到印度朱利亚米尔斯家呢? 朱利亚会很高兴见到她。 不会叫她流放的用人。 米利亚从来不用这样的称呼来叫她。 简而言之, 躲拉很难过。 弄得我也很难过。 使我感到, 再用这种办法。 无论多么温和, 都是没有用的, 我必须另想别的办法。 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呢? 要培养她的理智。 这是一句常见的话。 又好听, 又使人觉得有希望。 于是我就决心培养朱利亚的理智了。 我马上就开始了。 朱利亚显得孩子气的时候。 我本可以心甘情愿地依着她。 我却故意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 结果弄得她很不痛快, 我也很不痛快。 我把我心里想的一些事儿跟她谈。 我念莎士比亚的作品给她听。 结果把她累得不得了。 我经常顺便告诉她一些零零碎碎的有用的知识。 或者是稳妥的看法。 我一说, 她就躲, 好像我说的都是爆竹。 无论我在培养我这个小媳妇的理智方面做得多么无益。 多么自然, 我仍不免看出。 她总能直觉地意识到我在干什么。 然后就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特别是, 我看得很清楚。 她认为莎士比亚这个人要不得。 所以说, 这项培养工作的进展十分缓慢。 我把特拉德也拉了进来, 但她本人并不知道。 她每次来看我们。 我就对她把我的地雷引爆。 使朵拉间接受到教育。 我用这个办法传授给特拉德的实用知识。 量很大, 质很高。 但在朵拉身上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突然使她精神沮丧。 而且老感到紧张, 生怕下一回就该轮到她了。 我觉得我的身份就像一个校长。 一个圈套, 一个陷阱。 我老是蜘蛛, 她老是苍蝇。 我老从洞里突然扑出去, 吓得她六神无主。 我通过这中间阶段向前看。 盼望将来我和朵拉完全融洽。 我完全按照我的心愿培养了她的理智。 所以我坚持下去, 甚至坚持了几个月。 不过最后我发现, 虽然这段时间我像豪猪和刺猬一样, 下定了决心。 浑身的刺都竖起来了, 却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所以我开始意识到, 也许朵拉的理智已经定型了。 仔细一想, 觉得这个看法很可能是对的。 于是我就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因为这个计划从字面上看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实行起来, 却不尽然。 我决心从此以后就满足于我这个娃娃媳妇。 不再想什么办法来把她变成别的样子了。 只有我自己思维敏捷, 处事谨慎。 看着我心爱的人受罪。 这种状况, 我打心眼而理讨厌。 所以, 有一天, 我就给她买了一副漂亮耳环。 给吉普买了一个拨圈耳。 回家去, 让她觉得我还不错。 朵拉见了这些小礼物。 高兴极了, 欢天喜地地亲了我一阵。 不过我们之间有一片阴影。 尽管不深, 于是我就下决心消除它。 如果非给这样一片阴影找个地方的话, 就先存在我的心里, 以后再来消除。 我挨着我的太太在沙发上坐下。 把耳环给她戴在耳朵上。 我还对她说, 我担心我们近来相处的不如以前好, 这都怪我。 我深切地感到这一点。 情况也的确是这样。 朵拉, 我的命根子。 我说, 我的确是自作聪明了。 让我也聪明起来。 朵拉怯生生地说, 是不是, 兜地。 她把眉毛一扬, 发问的样子甚是好看。 我点了点头, 表示承认。 吻了吻她那张着的双唇。 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朵拉说着, 摇了摇头。 摇的耳环都响了起来。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小东西。 你也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希望你怎么称呼我。 你要是做不到, 恐怕你就永远也不会喜欢我。 难道有时候你不觉得当时还不如? 还不如干什么, 亲爱的。 因为她不想说下去了。 不干什么。 不干什么。 我重复道。 她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 笑了起来, 还管自己叫笨蛾, 她就喜欢这么叫。 接着就把脸靠在我的肩膀上。 满头全发垂落下来。 我废了好大的事, 才给她撩开, 看见她的脸。 我是不是觉得当时还不如什么也不干。 也不该想法培养我那小媳妇的理智。 我说着, 自己也觉得好笑。 这是不是你的问题。 是的, 我的确觉得是这样。 你就一直在干这个吗? 朵拉问道, 哦, 你这个人, 可真叫人吃惊。 不过我再也不干了。 我说, 她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是很爱她的。 不骗人, 是真的。 朵拉问道, 在我身上微得更紧了。 这么长时间, 对我这么可贵。 我说道, 我为什么还要想方设法加以改变呢? 你天生什么样儿? 就什么样最好? 可爱的朵拉。 咱们不再搞不切实际的试验了。 还是回到咱们的老路, 快快活活地过日子吧。 快快活活地过日子。 朵拉说道, 太好了。 一天到晚都那样。 有时候, 要是出一丁点儿差错。 你不介意吧? 不会, 不会。 我说, 咱们尽量好好的干嘛。 你也不再对我说咱们把别人带坏了。 好不好。 朵拉劝说道, 因为。 你知道, 那样生气, 实在叫人害怕。 再也不说了, 再也不说了。 我说道, 与其让我难受。 还不如让我笨好, 是不是? 一个天生的朵拉, 比全世界什么东西都好。 全世界。 啊, 兜地, 那可是个大地方。 他摇了摇头, 抬起他那充满喜悦的明亮的眼睛。 亲了我一阵。 愉快地笑起来。 接着就跳起来, 去给吉普上心搏圈儿了。 我为改变朵拉所做的最后一番努力就此结束了。 在做的过程中, 我并不快活。 那种唯有我明智的状况, 我也受不了。 我无法兼顾我的明智之举和他先前作为我的娃娃媳妇提出的要求。 我决心尽我所能。 不声不响地亲自来改善我们家的情况。 但我遇见到我尽最大的努力。 也不会有多大效果。 要不我就得堕落成蜘蛛, 永远在那里等待时机。 我在上面提到的阴影。 我不希望它存在于我们两人之间。 但愿意把它整个存在我的心里。 是怎样产生的呢? 我原先那种不愉快的感情弥漫在我的生活中。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 那就是它加重了。 但它还是那么捉摸不定。 对我来说, 就像夜里听见的一段悲伤的音乐。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太太, 我生活得很快活。 但我过去模模糊糊预期的快活。 并不是我现在享受的这种快活。 总觉得缺少点耳神嘛。 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是要在这篇技术里反映出我的思想。 为了按照这条规矩办。 我又仔细地反省, 并且把其中的秘密公之于众。 我感到缺少的。 我仍然认为是。 我一向认为是。 我青年时代幻想中的梦境。 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在我发现了这个情况。 自然感到有些痛苦, 其实人人都是这样。 如果我太太能多给我一些帮助。 在我心里感到孤单的时候做我的知音。 我就会觉得好一些。 这本来是有可能的, 我知道。 面对两个不可调和的论断。 一是我的感受带有普遍性。 是不可避免的。 一是我的感受是我特有的。 而且还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在他们中间巧妙地保持平衡。 并没有明显地感到他们是互相对立的。 我一想到年轻时候那些不可能实现的虚幻的梦想。 就想起早已成为过去的尚未成年的时代。 那段美好的时光。 接着我跟爱妮丝在那所古老的房子里度过的美满的日子。 就会像死者的鬼魂一样浮现在我的面前。 那样的日子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也许还能延续一段时间。 但是在这里却永远永远不可能重新获得生机。 有时候, 心里也做过一种推测。 如果我和朵拉从未相识, 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但是朵拉已经与我的生活密不可分。 这个想法就显得极为无聊。 像空中飘动的猪网。 过一会儿也就飘走,摸不着,看不见了。 我一直很爱她。 我描述的这种情况。 在我的心灵深处。 一会儿昏睡。 一会儿半睡半醒, 一会儿又睡着了。 我身上是不露痕迹的。 我知道, 她对我的言行毫无影响。 我们的家庭琐事。 我的各种工作, 所有的重担都有我承担。 朵拉为我拿着笔。 我们俩都觉得我们各自的负担是根据实际需要来调整的。 她深深地爱着我,为我感到自豪。 爱妮斯给朵拉写信。 真诚地提到。 我的老朋友听说我的名声越来越大。 看了我的书。 就像听见我把内容讲给他们听一样。 感到又骄傲, 又关心。 朵拉就把信念给我听。 明亮的眼睛里充满欢乐的泪水。 还说我是一个又可爱。 又亲切, 又聪明, 又有名气的小家伙。 我这颗还没经过磨练的心发生第一次错误冲动的时候。 斯特朗太太这句话这时反复出现在我脑子里。 几乎总是出现在我脑子里。 有时半夜醒来, 我想到这句话。 我记得还在梦中看见这句话刻在房子外面的墙上。 因为这时候我知道。 在我最初爱上朵拉的时候。 我的心是没有经过磨练的。 假如他经过磨练的话。 我们结婚以后。 他就不会有内心深处那种感觉了。 夫妻之间没有比志趣不和更大的分歧了。 这句话我也记得。 我曾经试图改变朵拉。 让他适应我, 但我发现行不通。 于是我只好改变我自己。 去适应朵拉。 尽量迁就他。 快快活活的过日子。 我需要承担的。 我都承担起来, 仍旧快快活活的过日子。 在我开始思考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想这样来磨练我这颗心。 所以, 我第二年比第一年过得快活。 尤其叫人高兴的是朵拉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随着第二年的时光流逝。 朵拉的身子却日渐衰弱。 我曾希望一双比我轻柔的手能帮助改变朵拉的性格。 她怀里婴儿的微笑能把我这个娃娃媳妇变成一个成熟的女人。 但事与愿违。 那小东西在她那小小的牢房门口闹腾了一阵子。 不知道该受关押, 斩翅飞走了。 等我像以前那样, 又能跑了, 姨奶奶。 朵拉说道, 我要跟吉普去赛跑。 她变得又慢又懒了。 我觉得, 亲爱的。 姨奶奶正在她身旁默默地坐活儿。 就说, 她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她老了, 朵拉。 你觉得她老了吗? 朵拉惊奇地问道, 哦, 吉普也会老吗? 真稀奇。 我们生活下去。 这个问题都会遇到, 小东西。 姨奶奶以轻快的语气说道,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以前不觉得老, 现在就不同了。 可是吉普。 朵拉怀着怜悯的心情看着吉普说道, 就连小吉普也逃不过。 哦, 可怜的小家伙。 我敢说, 她还能活很长时间呢, 小花。 姨奶奶说着, 拍了拍朵拉的脸蛋儿。 这时候, 朵拉正在长沙发上探着身子看吉普。 吉普也后腿站立。 积极响应, 还气喘吁吁地仰着头。 耸着肩, 一个进耳地往上窜, 就是窜不起来。 今年冬天得给她在窝里铺块绒布呀。 春暖花开的时候, 她保险还是精精神神的。 愿上帝保佑这只小狗吧。 乙奶奶说道, 她要是像猫一样有九条性命。 即便都保不住了。 我相信她也会使出最后一口气。 冲着我叫的。 这时候, 朵拉已经把吉普拽到沙发上。 吉普在沙发上。 还针对乙奶奶不客气。 气得她站也站不直, 歪着身子大叫。 乙奶奶越看她。 她越责怪乙奶奶。 因为她最近戴起了眼镜。 不知什么原因。 吉普竟认为眼镜是人身上长的什么东西。 朵拉废了半天唇舌, 吉普才在她身旁趴下。 她不出生了, 朵拉就拽着她的一只长耳朵。 捋了又捋, 满腹心事的一遍遍说。 她的肺还行。 乙奶奶兴致勃勃地说, 她的怒气也还很冲。 她肯定还有很多年好活呢。 不过, 小花。 你要是想跟狗赛跑。 她悠闲惯了, 不行了, 我得再给你找一条。 谢谢你, 乙奶奶。 朵拉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还是别找了。 别找了。 乙奶奶说着, 摘下了眼镜。 除了吉普, 我什么狗都不要。 朵拉说道, 否则就太对不起吉普了。 再说, 除了吉普。 我跟哪条狗也不可能这么要好。 因为她不可能在我结婚以前就跟我有交情。 也不可能再都低头一次到我家来的时候冲着她叫。 乙奶奶, 恐怕除了吉普之外, 哪一条狗我也不会喜欢的。 是啊, 是啊。 乙奶奶说着, 又拍了拍她的脸蛋儿。 你说得对。 你没生气吧, 乙奶奶。 哎哟, 你这孩子想到哪儿去了。 乙奶奶亲切地叹着身子对她说。 怎么想到我会生气呢? 没有, 没有, 我并没真那么想。 朵拉答道, 我只是有点儿累了。 而且一谈起吉普, 我的傻劲儿就来了。 你也知道, 我一向就是个小傻子。 不过谈起吉普, 我的傻劲儿就更大。 我所有的经历, 她都知道, 是不是呀, 吉普。 我可不能因为她有点儿变化。 就怠慢她, 我能舍得吗? 吉普。 吉普在主人身边 威得更紧了。 还懒洋洋地 试了试主人的手。 你还不老吗? 吉普, 是不是? 不能现在就离开你的主人呀。 朵拉说道, 咱俩彼此作伴儿。 还要多待一会儿呢? 我那漂亮的朵拉雅。 下面一个星期天, 她下楼来吃饭。 见到老朋友特拉德。 每逢星期天, 特拉德总是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的。 那么高兴, 我们还以为她再过几天就能像以前那样。 又能跑了。 那。 但是他们说, 再等几天吧。 后来又说, 再等几天吧。 她仍然既不能跑, 也不能走。 她看上去很漂亮, 也很快活。 她过去围着吉普跳舞。 两只小脚那么敏捷, 现在却很迟钝, 跳不动了。 我开始每天早上把她抱到楼下。 每天晚上把她抱到楼上了。 这时候, 她就搂着我的脖子大笑。 仿佛我是为了打赌好玩儿。 吉普就围着我们叫啊。 跳啊, 跑到前头。 又在楼梯口上回头往下看。 气喘吁吁的看我们来了没有。 以奶奶是个最好。 最令人高兴的护士。 她慢腾腾的跟在后面。 就像一堆披肩和枕头在移动。 迪克先生带着蜡烛。 说什么也不肯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 特拉德常在楼下顺着楼梯往上看。 负责把朵拉开玩笑说的话传到世上最可爱的姑娘那里去。 我们组成一支非常快活的队伍。 其中最快活的一个就是我那个娃娃媳妇。 不过有时候, 我把她抱在怀里。 觉得她又轻了。 我就有一种麻木。 茫然的感觉。 仿佛我在朝着一片冰冻的地区走去。 虽然还看不见, 却已经把我的生命冻僵了。 我不愿意给这种感觉起个什么名字。 也不愿意把它和我自己联系起来。 后来, 有一天晚上, 我这种感觉非常强烈。 姨奶奶也已经说了一声晚安, 小花。 与她告别。 这时候, 我独自一人在书桌前坐下。 一边哭, 一边想。 哦, 多么不吉利的名字哟。 这朵花怎么正在树上盛开的时候, 就凋谢了呢。 嗯。 嗯。